战姆斯在场上场下都很成功在当今的NBA赛场上,战姆斯是毫无争议的第一人,进入NBA要五个赛季,战姆斯曾经三次拿到NBA总冠军,四次成为NBA常规赛MVP, 三次成为NBA总冠军MVP,此外,战姆斯还保持着各种记录,能够有如此高的成就,和战姆斯的努力自然是分不开的,更令人钦佩的是,战姆斯在场下也是一名模范先生,和很多NBA球星不同,成为事业球员15年,战姆斯从来没有过飞恩,反而在很多慈善活动,将经常会看到他的身影, 战姆斯对自己的父亲一直心存怨恨然而,每个人都有自己不为人知的一面,对于战姆斯来说,他最大的心酸就是他的童年,今日,战姆斯在接受采访,时说了这样一番话, 我在整个人生的成长过程中都在怨恨我的父亲,我所有的想法都是,某某的,爸爸,他抛弃了我,抛弃了我和妈妈,他为什么要对我妈妈做那样的事,我妈妈才只有16岁,他生下我时还在上高二, 如果我和我的父亲相见,我们之间会大打出手的,立即就动手,战姆斯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好父亲,可能正是痛苦的童年,使得战姆斯格外懂得照顾自己的孩子, 众所周知,战姆斯对自己的孩子一直呵护有加,这和他的个人经历也有很大的关系,战姆斯这样说道,随着我年岁见长,长大成人,我开始暗自这么想, 他当,实在经历些什么,是遇到了他无法控制的事情吗? 他让我成为了现在的这个父亲,因为我想时常陪伴在孩子身边,以身作则, 树立他们生命中的父亲形象,这样他们就不会心怀那种怨恨情绪。